我們的題目是邊權與零的親密關係 在生活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標號問題 像是在數學書刊、報章雜誌或飲料包裝上 而課堂上老師也提出了一個標號問題 是零和,是在圖形上面給一些標號 我們在網路上搜尋之後發現它是由著色問題演化而成的 其中未解猜想引發我們的興趣 零和的定義是在邊上給上一些非贏的整數 使得每個點連出去的邊的核會是零 以這張圖為例子 我們可以使用正負123去標使得這張圖滿足零和 因此這張圖的零和基礎是4 而同時我們也標出了零和基礎為2356的一些例子 接下來我要解釋在文獻探討中會遇到的專有名詞 degree指的是每個頂點所連出來的邊的數量 而23圖是每個頂點的degree是2跟3的圖 尤拉圖是每個頂點的degree是偶數的圖 而數3圖是我們將數的某些頂點以圈做取代 而degree1的頂點以基圈做取代而成的圖 經過一系列的探究我們得到了以下的研究結果 在我們研究中我們證明了文獻5所提出來的開放問題2 也就是所有有零和23圖都可以表示為偶數邊有拉圖及數真圖的連擊 我們也探討了零和基數為3的重要條件 那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使用了圖形結構的證明手法 以及設計了一些圖形的變換技巧來輔助證明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以目前的研究成果為基礎 探討零和基數的常數上界以及零和基數為4跟5的情形